5月份是温馨的母亲节月份 同样是母亲的花莲县议会副议长潘岳霞 她就特别来到玉里分局 卓旗乡公所等地方赠送康乃馨 潘岳霞表示因为机关单位可能要坚守工作岗位 牺牲和母亲相聚的时刻 这次收到副议长的康乃馨和祝福 让不少妈妈们备赶窝心 5月份是温馨的母亲节月 同样是母亲的花莲县议会副议长潘岳霞 特地来到玉里分局 卓旗乡公所等证送康乃馨 潘岳霞说因为机关单位 可能都要坚守工作岗位 牺牲跟母亲相聚的时刻 这次收到潘岳霞的康乃馨以及祝福 让不少妈妈们悲感悟心 也想来到我们的卓旗乡公所 来举同我们的理想长 来祝福我们所有公所全部的同仁 能够母亲节快乐 大家身体健康平安 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 卓旗乡公所也有很多的母亲 潘岳霞也趁着同仁上班时间 给所有妈妈们惊喜赠送康乃馨 向长李毕贤也非常感动 说部议长特地排开时间 来祝福公所的所有妈妈们 最后也来到玉芬局 勤务工作虽然繁重工作时间长 日夜也颠倒但是工作忙碌之中 也鼓励同仁不忘把爱勇敢说出来 把爱传出去 也祝福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 记得高双双玉里卓西采访报道